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叔的频道 中国最西北新疆自驾游的第21天 在巴云布鲁克经历了一个寒冷的夜晚 小朋友们盖着棉被都睡得特别的香 昨天在游客中心已经咨询过 巴云布鲁克景区早上8点半就开门售票 在新疆这么早开门的景区确实是不多见 本来计划今天一早去巴云布鲁克景区 早上8点我就起床了 不过天气凉,小朋友们都在温暖的被窝里来床不起 那就让他们多睡一会儿 我正好坐在窗边欣赏窗外的风景 终于等到9点多才去吃早饭 没想到我们已经算晚的了 餐厅已经没有菜了 只剩下鸡蛋、枣糕、米粥和一点凉菜 10点多吃完早饭 站在餐厅窗前看看酒店后面的开都盒 然后回到房间 小朋友还要交作业改作业 我继续坐在窗边看天空中的朵朵白云 巴云布鲁克虽然海拔只有2500米左右 但此周都是高山 总给人一种身处高原的感觉 今天天气不错 不过外面还是挺凉的 终于磨蹭到上午10点45 我们收拾好东西退房出发 前往巴云布鲁克游客中心 酒店楼下的大停车厂商 昨天晚上还停得满满的 等我们出来的时候就只剩下四辆车了 看来大家都是在赶路的节奏 像我们这样磨磨叽叽浪费时间的游客 确实是不多见的 这个时间 巴云布鲁克大街上车并不多 开车五分钟就到了游客中心 不知道为什么游客中心后面的停车场收费很高 听说一辆车要收200块钱 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过夜的 那边没有 往哪停 哎 那边可以停车 不愿意停车是吗 好嘞 一个车200块钱 什么 什么 这边不让私家车停吗 是 这边是免费的 好嘞 这边是过夜的地方 一般普通游客大都把车停到前面 这边是免费的 今天天气非常好 希望一会儿到景区里能看到更美的景色 进入游客中心要看核酸检测证明 现在在新疆基本上都要求三天一次核酸检测 通常我们做完核酸都会索要一个证明卡片或者字条 如果只依靠手机网络查询的话 一是不及时 二是有些地方可能会打不开 另外还有行程码的问题 这几天行程码在上午总是打不开 还好 我们每一天晚上都会结张图 这次又看了截图才进来的 在游客中心大厅 工作人员热情地为我们讲解了一下 景区内乘坐区间车游玩的情况 可以看到天鹅 第二个景点八路路 这是一个马马庙寺庙 然后终点在十个八十里看关键 开车可以看到九九十八八十 然后就是按键要动作 可以单车从公里往返 九十公里 百分之九块的一万分别是 三个半小时的 我们今天就是坐车 坐车下车嘛 一站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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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好景区门票 又买了区间车票 看区间车票的价格 估计白云部罗话景区也是不小啊 虽然停靠的站点只有三个 但估计行车距离应该是不短的 拿着车票去上车吧 在没来新疆之前 经常听说的新疆几个比较出名的地名 比如和睦 喀纳斯 伊犁 霍尔果斯 霍城 纳拉提 和白云布鲁克 其实如果没有亲自过来跑一趟的话 对于这些地方具体在哪里也是很模糊的 巴云布鲁克在蒙语中意思是富饶的泉水 这个名字对于小朋友们来说特别容易记住 可能是因为比较顺口好念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名字看上去听上去 都好像能让人联想到美丽富饶水草丰美的大草原的感觉 哪辆 20多公斤 20多公斤 好嘞 好嘞 所以说新疆的很多地名虽然可能都是音译来的 但总给人特别美的感觉 坐上驱坚车等了大约10分钟 车辆缓缓启动 从游客中心的南边出来 驱坚车并不走小镇中心的217国道 而是横穿过217直接沿着小镇南边 开渡河边的公路前行 大概走了5分钟就到了天鹅湖景区入口 其实如果去白云布鲁克景区的话 从小镇西南边的天鹅湖景区入口也可以进去 刚才在游客中心听了景区讲解 白云布鲁克景区内 驱坚车会停靠三个站点 一次是天鹅家园 天鹅湖 巴润寺和巴西里克就去18湾观景台 从天鹅湖进去 中午11点半越过开都河 就算正式进入白云布鲁克景区了 驱坚车在草原上开了半个小时 中午12点整 我们到达了第一个停靠站 天鹅家园停车场 天鹅家园 又名白云布鲁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野生动物救助站 主要收留保护区内患伤病的天鹅 及其他鸟类和野生动物 也是游客们能最近距离 观赏亲近野生动物的场所 白云布鲁克天鹅湖 是亚洲最大我国唯一的天鹅自然保护区 栖息着我国最大的野生天鹅种群 位于新疆河境县白云布鲁克草原境内 由无数条弯弯曲曲的大小湖泊组成 当地蒙古族牧民对天鹅备驾保护 与天鹅天然相处 每逢春季四月冰雪解冻 春暖化开之时 旅居在印度缅甸巴基斯坦 甚至远到黑海红海和地中海沿岸诸国的 大天鹅小天鹅由鼻天鹅为主的上万只真琴 不远万里成群结队的飞到白云布鲁克七夕繁衍 当冬季来临 他们又携带家眷飞越喜马拉雅山 向南离去 从停车场的天鹅湖边 还有一段几百米的木栈道 从景区地图上看到 刚才驱电车过了一处天鹅湖观景台 估计现在八月初 基本上看不到几只天鹅 所以也就没有停车吧 白云布鲁克草原地处天山隆起地带的山间盆地 草原上的水源补给 以冰雪溶水和降雨混合为主 草原中部的俄尔滨山 东西眉延170公里 南北宽约50公里 将白云布鲁克大草原一分为二 形成大小游乐都丝两个盆地 千余眼全眼 分布于整个草原 与冰雪溶水一起 形成了八周的母亲河 开都河 古老的开都河穿越两盆地之间 是草原上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湖和沼泽湿地 中国唯一的天鹅自然保护区 白云布鲁克天鹅湖 实际上就是由众多小湖相互串联 组成的大面积沼泽湿地 而并不仅仅是一座小湖坡而已 我们现在来到的天鹅家园 应该是一座人工湖 湖边修建了木沾道观浆台 四周延绵的雪岭冰峰 构成了天鹅湖的天然屏障 泉水溪流和雪水汇入湖中 水草丰美饲料富足 气候凉爽而湿润 非常适合于多种水鸟 尤其是天鹅的繁衍生息 估计保护区的河心区域 应该是人气罕至的地方 蓝天白云下几只牟牛在草地上吃草 白云似乎都喜欢山峰 远处的山峰都被白云包裹住 有水的地方画面总是特别的优美 现在虽然大太阳晒着 但气温却还很低 我们都还穿着厚衣服呢 眼前的一片湖水看上去很平静 今天游客并不多 当然湖水中的候鸟也不多 据说现在八月初很少能看到天鹅了 相对来说 现在最多的应该是红嘴鸥 突然小朋友们发现 水中除了水鸟 竟然还有一只正在游泳的 拖着长长尾巴的大耗子 不知道这是不是汉塔呢 这是不是就是大耗子呀 大尾巴挺长 耗子 耗子会有点 那颗尾巴还挺好多的 他估计游泳玩呢 锻炼身体 痛热身体 好玩吧 这些都不是天鹅 妈妈你看那 aba岛上有好多的天鹅 妈妈你看那个岛上有好多天鹅 现在天鹅家园的湖面上 基本上都是成群结队的红嘴鸥 如果来这里带点饼干面包之类的 它们也是挺爱吃的 红嘴鸥俗称水鸽子 体型和毛色都与鸽子相似 寿命能达到三十多年 昨天在321省道旁的开都河边 看到的估计也是这群小家伙 咖啡也会出现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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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走 要走 就倒上不吃 妈妈你看就那个岛上的妈妈不吃饭 你走过来 他们会吃饭 那个岛上是在干什么呢 他们在生饭吗 他们在抢食物 我们抢劲 沿着木栈道走到最远处的观景台 能看到远处有几只慵懒的天鹅 在岸上晒太阳休息 来天鹅湖能看到这几只大天鹅也不错了 至少这里看到的很可能是野生天鹅 比动物园里的天鹅更自然更天然一些吧 据说曾经辽阔的白银布鲁克大草原上 雪白的天鹅像羊群一样 散布于无边无际的绿色草原和沼泽之间 远处的天山雪峰映照的淋淋湖水中 野鸟们不时地演奏出动听歌声 营绕于蓝色的天际和白色的云端 自然之美如是若化 那时的白银布鲁克天鹅湖绝对是一片人间仙境 雪山环绕的白银布鲁克冬季漫长而寒冷 夏季短暂而凉爽 五六月遇上下大雪也不足为奇 到了六月下雪夏天姗姗来迟 当焦黄色的草泛出绿色时 美丽如画的天鹅湖才会显现出来 实际上白银布鲁克天鹅湖看上去是一条弯弯曲曲的飘带 周围有无数斑斑点点的湖爪 其实就是开都河在天山中过 环绕弯弯而相长的一片草原沼泽湿地 目前这里是我国唯一保留下来的天鹅繁殖气息地 每年三四月开始 陆区会有数千只大天鹅和至少128种其他鸟类在这里繁殖度下 那时的沼泽 野鸟们谈情说爱占地筑巢 名声通宵达旦 非常热闹 天鹅属于后鸟 每年的三四月 大批大批的天鹅从印度 缅甸 黑海 红海 地中海 甚至非洲南部 飞越奎伦山 喜马拉雅山 陆续迁来白银布鲁克 初春的草原湿地尚未完全解冻 枯草上覆盖着厚厚的冰层 长途迁徙而来的天鹅难以采食 那些来得早的 体力透支的天鹅只能尽量减少运动以尽快恢复体能 价值随时可能遭遇暴风雪的袭击 这段时间是天鹅们最为艰难的黑色季节 四月中夏旬 冲雪消融 水草复苏 天鹅们的食物逐日增多 体力迅速恢复 文本问题得以解决之后 天鹅们就进入了热恋的季节 野生天鹅领地观念极强 十分好斗 天鹅们为了争夺配偶和地盘总会大大出手 一般天鹅夫妇会占据一定范围的地盘 在此范围内 若有入侵者 必奋起而攻之 熊天鹅会展开挥舞近两米宽的翅膀 同工而起 不遗余力地将对手驱逐出境 配偶和地盘稳定之后 四月下旬 五月初 天鹅们开始铸巢 交配 产卵 一般天鹅的巢位于水边 通常都是多年沿用的老巢 直径一米到2.5米之间 巢高出水面半米左右 远看像个小土堆 雌天鹅每年产卵一次 每隔一到两天产下一枚卵 每一窝大概有3到8枚 平均基本是5枚左右 天鹅卵的孵化期通常是30到35天 孵化由雌天鹅单独承担 熊天鹅只在附近守候 五月底六月初 是小天鹅集中出壳的时段 刚出壳的小天鹅全身都是灰白色的绒毛 很快即可下水 小天鹅出生的第一周会跟随父母在巢穴附近 学习采食游泳玩耍等生存技巧 但在第一个月小天鹅很怕冷 有时会藏在妈妈的夜下露出小脑袋冬长希望 到一个半月小家伙体重迅速增长 它们会气潮前往更大的水坡或河道 以避免各类天敌的袭击 三个月后小天鹅羽毛丰满便开始练习飞行 七到十月是小天鹅们快速成长的阶段 在迁徙之前它们会不遗余力地进食增强体质 不分昼夜地拼命练习飞行 这时它们的体重和外形都已经接近成年天鹅了 十月底天鹅们会选择大面积的水域集结 之后前往温暖的南方越冬 待到来年三月再次回归白银布鲁克大草原 新出生的幼天鹅要在第二年春天换上新羽毛后才会变成美丽的白天鹅 虽然幼天鹅出盒不久就能自由活动 但其成熟却需要四到六年的时间 天鹅的寿命大约在二十到三十年属于长寿鸟之列 白银布鲁克是天鹅的故乡 天鹅湖沼泽湿地则是天鹅最集中的地方 古今中外天鹅都是吉祥幸福之鸟 是高贵纯洁美丽忠贞的象征 在中国有五种天鹅 其中在白银布鲁克天鹅湖栖息的有三种 分别是大天鹅 小天鹅和尤鼻天鹅 不过据统计 近些年来这里的基本上就只有大天鹅了 中国古代称天鹅为虎 或红 红虎 黄虎 黄鹤 红鹤等 少年臣胜的一句 烟雀烟至红虎之治 这里的红虎指的就是天鹅 当年汉武帝将细君公主远嫁乌孙 遥望远去的天鹅 细君公主留下千古绝唱 吴家驾我兮天一风 愿为黄苦兮还故乡 在国外对天鹅的研究最为深入的 当属自然科学鼻祖亚里士多德 从全世界天鹅分布的情况来说 基本上在北半球生活的天鹅 会称为北天鹅 因为都有白色的羽毛 又俗称为白天鹅 另外在南半球 还有黑天鹅和黑井天鹅 它们又被统称为南天鹅 不过因为黑天鹅 并没有长途迁徙的即兴 故与白天鹅相距甚远 可以说是老死不相往来 人们一直都拿天鹅的 几个崇高的品质来说 比如红湖高飞一举千里 就拿巴尔布鲁克天鹅湖的天鹅来说 从繁殖地到月东地 天鹅要途经许多国家 而且为了安全起见 它们常常是借着月光或星光 游览世界的 每年春和秋都有两次这样的飞迁 飞行距离可达2000到4000公里 由此可见 天鹅的另一品质就是依恋故土 每到秋季 它们都要到遥远的南方去月东 来年春天 天鹅又列成长队 人字形或依字形 写家带口沿着原路长途跋涉 脾行带月 数千公里不辞劳苦返回故乡 当然 人们提到天鹅最多的还是忠于爱情 忠贞不渝白头偕老的天鹅 自古就被认为是纯洁 守洁忠诚的化身 后经证实天鹅实行的是单配制 通俗来讲就是一夫一妻制 野生天鹅是喜欢热闹的 常常聚集在一起活动 名声赫赫传得很远 而那些失去伴侣的个体却是很难存活的 不过失去伴侣与没有伴侣则完全不同 据说有的天鹅要是在配偶期找不到对象 或者抢不到对象的话 性情会变得特别暴躁 整天寻衅姿势发泄愤怒 经常在沼泽地天天乱飞四处寻找配偶 不过一旦领回来心上人 性情大变 瞬间会温顺多了 当然林子大了什么哪都有 即使天鹅们崇尚一夫一妻制 但也总会有那么一小撮品行恶劣的天鹅 会搞出重昏 风外恋 甚至乱伦的事情 这些都是人们通过DNA指纹图谱分析发现的 在上世纪70年代 中国科学院巴雁布鲁克生态站建成 国内第一个天鹅自然保护区 于1980年成立 据说在上世纪80年代初 在巴雁布鲁克大草原上 当地牧民还保持着游牧习俗 因为这里是军事禁区 长期处于封闭状态 几乎见不到什么人 所以当时不用深入到沼泽湿地 就能看到大群的天鹅和其他的水鸟 那时天鹅最多的时候 大概有2000多只 如果时间再往前退回30多年 也就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 据说那个时期 齐齐在巴雁布鲁克天鹅湖的天鹅 有上万对之多 巴雁布鲁克天鹅湖 可以说是天鹅的故乡 但天鹅肿群能在这里生存至今 也算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但是这个山鹅是一个最多的事情 是一个大群哪里的 好 来 这边来 我找到你们有一张鸟 我找到你们有五个一张鸟 来 这边 我找到你 这个 我看到 这边 来 这边 可能 这边 ございます 那个 我 你今天照顶了吗 我不是大姐 大哥不好意思看这的 今天没戴眼镜 大哥你去点一个嘛 不好意思看看 去点一个嘛 实际下工作嘛 不用了 大哥你今天照顶了吗 今天凭呀 来过去 去送给你们 唯一一处巴音普洛克 来再拍一张吧 据说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 拟建水坝和电站的计划 被专家们否决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 从塔格拉玛根沙漠 闯进了天山版布洛克草原 清河间宁静的草原 被红隆隆钻井机 发出的噪音所淹没 美丽的天鹅湖 笼罩在阴云之中 天鹅湖保护区 始建于1980年 1986年被化归为 国家级保护区 并被纳入亚洲的重要鸟区 和国际重要实地名单 但几十年来 天鹅没有给当地经济 带来直接的好处 却被当作制约经济 腾飞的绊脚石 石油终究是石灰的 所以当年流行一句话 硬要石油 也不要天鹅 保护区建立后 据说又有动物园 来批捕了几百只天鹅 1996年春天 白云布洛克下了一场大雪 家畜死亡十几万只 天鹅更是雪上加霜 上千只天鹅失去了密食场所 数以百计的天鹅 冻死饿死 许多幼小的生灵夭折 2013年6月 在钱布寨金边举行的 第37届世界遗产大会上 白云布鲁克作为 新疆天山的四个片区之一 以新疆首个入选地 顺利进入世界自然遗产名物 近十年来 随着白云布鲁克国家级 天鹅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各项保护工作的大力推进 天鹅生存环境 进一步得到了改善 保护区内 天鹅种群数量 一直在逐年增长 呈现出自然和谐的良好生态环境 天鹅家园 既是一个天鹅救助站 给受伤的天鹅提供食品和药物 同时也是一个 人与天鹅深度交流的平台 虽然绝大部分天鹅在秋季都会难迁 但也有一小部分天鹅家族滞留下来 在一些温暖的泉水河溪中 度过漫长的寒冬 为了让在这里过冬的天鹅家族 不至于忍饥挨饿 保护区工作人员会为滞留 越冬的天鹅定期投食 在天鹅湖玩了将近一个小时 了解了我国唯一一个天鹅保护区 以及关于天鹅的很多趣事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坐区间车 到九曲十八湾 这一段中间会路过第二个景点 巴润寺 由于时间比较紧 我们也就不下车去仔细看了 白银布鲁克草原上的巴润寺 是一座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 可以看出这是草原深处的一处朝圣之地 公元1771年 土耳胡托部东归 创造了人类迁移史上史诗般的壮举 17万土耳胡托人从福尔加河流域成途搬设 经过一路恶战 加上疾病和饥饿的困扰 终于东归至白银布鲁克大草原 土耳胡托部是蒙古族的一个古老的部落 一直以来都是竹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 为了方便祭拜 他们把佛堂设置在蒙古包内随着牛羊而迁徙 在漫长而艰辛的东归途中 巴润寺的庙堂和僧舍也和牧民一样竹水草而行 据说庙是用马驮着八个蒙古包拉回来的 所以巴润寺可以说是东归时幸存的寺庙之一 也被称为草原上最后一座移动的寺庙 据说1968年前 巴润寺共有喇嘛 格林 曼吉等40余人 最多是达到200人 设佛堂12座 僧舍90顶 牲畜4万多头 2008年7月 因点旧师修和为方便新教群众 巴润寺请高僧重新选址 2010年5月破土洞宫 2011年8月新建寺院竣宫 由此巴润寺结束了设在蒙古包里的佛堂 随季节搬迁的历史 同时巴润寺也一直都是 土耳胡特布东归辉煌悲壮历史的见证者 从天鹅家园上车大约又走了20多分钟 我们到达了巴西里克服务中心停车场 下车后要从巴西里克服务中心里穿过 服务中心里有卖吃喝的小店 还可以在这里休息 从这里到九曲十八弯观景台 大概还有三公里的路程 游客可以骑马或者步行过去 当然也可以乘坐电瓶车 电瓶车是免费的 观光车上山 骑马上山 步行上山 观光车在哪里找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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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巴西里克服务中心 迎面是一大片白色主题雕塑区 在这里小朋友们可以跑一跑拍拍照 走过雕塑区来到电瓶车场 坐上电瓶车去往九曲十八弯观景台 白云布鲁克大草原由于受人类影响活动较小 保存了世界上多种的稀有物种 成为天鹅等野生动物理想的繁殖栖息地 草原景观基本上都处于原始状态 因此景区内所修建的建筑也好 路也好 都尽可能地对原始环境破坏越少越好 白云布鲁克草原地势起伏辽阔 植物种类繁多 自然生态优良 现在仍然遍地是盛开的小野花 每到夏天是白云布鲁克最美的季节 很多野花在陶地中盛开 风景也真的是很美啊 电瓶车在草原上挤持 旁边绿色草原上一条黄色的木栈道 让我突然想起了 在喀拉郡从猎阳台站点徒步前往猎阳台的那段路 如果时间富裕的话 从这走过去倒也挺好的 借着草原上的小花随时都可以拍拍唱 累了可以在小亭子下休息休息 坐着电瓶车爬上最后一道高坑 远处看到几个木亭子和一条木栈道 电瓶车及时了五分钟 我们到达了九曲十八弯观景台 这是一处开都河边高高的山顶 沿着木栈道走向悬崖 路边有一些小店 借着小小的山谷间隙 终于看到草原银龙开都河的河面了 前方有一个木亭子 先走过去看看风景再说 其实走在通往山边悬崖的木栈道上 每一步都是崭新的 不知道即将会看到什么样的景观 甚至连想象都想象不出来 因为开都河实在是太魔化了 站在第一个小亭子里 看东边好像有五个观景台 感觉走到头还不近呢 而西边就是最经典的 九曲十八弯观景台 好戏要放在后面 我先去最东边看看 一路好像静走一样 虽然一眼就能看到木栈道的尽头 但静走过来还是用了十分钟的时间 木栈道尽头是一段土路 从这边看开都河 虽然没有九曲十八弯 但感觉好像是一把通往天堂的钥匙 掉落在清脆的白云布洛克大草原上 在这里将山坡砸出了一道深深的凹坑 眼前的土路连接着一座石碑和马尼堆 确实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不过看上去还是会感觉挺严肃的 站在这里一边是巴云布洛克大草原 草原中一片白色的蒙古高应该就是巴西里克福中心吧 更远处的俄尔滨山山峰又被白云给包住了 转眼看另一边是开都河漂亮的河谷 在蓝天白云以及山峰阴影的配合下 不同河段的河面会倒映出不同的颜色 很显然在这里拍出的每一张照片都是绝碗 据说再往前走有土路能通到河边 不过今天是没时间下去了 但是仔细看看河边好像有两辆车 真是绝美的画面 此时已经是中午1点51 往回走吧 往回可不能着急静走了 一边走一边欣赏开都河的美景 看看远珠草原上仍然能见到河流的身影 别说流淌在巴云布洛克草原上的开都河 可真的算是一条非常美艳的河流了 在九曲十八丸观景台不仅可以欣赏开都河盛景 还可以在草场边缘骑马游玩 在九曲十八丸观景台不仅可以欣赏开都河盛景 与阳光交相呼应 骑上马体验巴云布洛克草原更神秘的色彩吧 昨天走321省道到巴云布洛克一路上都有开都河陪伴 开都河算是一条非常神奇的河流 其流向好像一个大写的幽字 开口朝东缩落在巴云郭勒州境内 所以开都河也算是新疆著名的一条内陆河 明朝时蒙古辉特布在此游牧 因河流湾曲幽圆的姿态用蒙古语称其为开都郭勒 开都形容湾曲幽圆的曼妙姿态 郭勒即河的意思 所以开都河这名字一直沿袭至今 开都河古称通天河 发源于天山南路中部的伊连哈比尔嘎山 流经巴州河境沿起伯湖三县 最终流入全国最大的内陆淡水湖 博斯滕湖 开都河由小油漏杜斯盆地 滋润着中国第二大高山草原巴音布鲁克 到大游了乌斯盆地 水流平缓河谷开阔 整个开都河流域牧草风貌 使得巴音布鲁克不仅是天然的优良牧场 同时还有人机罕至的天鹅自然保护区 开都河流域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生息繁衍的重要区域 据说开都河就是西欧记中的流沙河 传说唐僧取经的晒京岛就在河境县境内 这更是开都河充满了神秘的气息 从最东边的木栈道观景台走回来又用了半个多小时 再次回到第一个木亭子 往西面看去已经可以看到九曲十八弯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来去西边观景台 仔细欣赏欣赏巴映布鲁克大草原上最经典的景观 开都河九曲十八弯 九曲十八弯这边有好几个观景台 虽然距离相距不远 但拍出的画面却完全不同 开都河完原流淌 形成这九曲十八弯的壮丽景象 看上去好像一个大写的蒙古文字 有一种鬼附神功的灵气 据说在夕阳西下的时候看到的景色会更美 如果想在这里拍到九个太阳 那必须要在合适的时候合适的天气才行 不过眼下蓝天白云也能沿映到河面上 不同的弯曲反射出不同的画面 也使得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每个弯都有所不同 另外开都河水中泥沙很少 所以流淌在草原中看上去也是特别的清纯亮丽 每年的夏季 白云布鲁克草原都是一片绿水青山 平静的水面上倒映着雪山 展览的天空上白云朵朵 无数的景观娇香辉映 勾成了一幅静谧的油彩画卷 这第三站有什么好玩的呢 这第三站 啊 不知道这是第二站吗 这第三站有什么好玩的呢 不知道这是第二站 不知道这是第二站 哦 那一站对我们要玩 哎呀 这一站是什么呀 就在九曲十八弯观景台 小朋友们发现了英雄的七勇士 曾经土耳呼特部东归土中 有七名勇士担任探路先锋 并拼死守护东归地图 从而保障了土耳呼特成功东归的壮举 然而七勇士却因饥饿寒冷 异病和战争没有看到不足的归来 为了纪念他们的攻击 土耳呼特部将他们安葬在 白银布鲁克草原的最高处 美丽的天鹅湖畔巴西里克 如今他们长眠于此 继续守护着美丽富饶的 白银布鲁克大草原 提到土耳呼特的名字 几乎所有爱好历史的朋友 都会想到两个字 东归 谈到土耳呼特人东归 人们又会有很多的好奇 土耳呼特人都是蒙古族人吗 土耳呼特人为什么会西迁至 福尔加和刘玉 他们东归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土耳呼特是蒙古族中 一个古老而特殊的部落 宋朝时期 金国北方的柯列布便是土耳呼特的直系祖先 柯列布和成吉思汗的关系十分密切 柯列布的首领王涵与铁木真之父相较莫逆 后来柯列布被出兴的成吉思汗所征服 部众一度分散 但到了明朝便又重新兴盛起来 当时蒙古人分为达达和瓦剌两部 柯列布的后人土耳呼特那时属于瓦剌 瓦剌在明朝中叶曾经十分强盛 后来蒙古武则天满都海车臣皇后复兴达达 1480年在特斯布尔都打败瓦剌 从此瓦剌离开蒙古中东部聚居区 留住西域 到清朝时瓦剌被称为厄鲁特 又叫维拉特 维拉特蒙古又分为四部 分别为准嘎尔、荷硕特、杜尔伯特和土耳呼特 土耳呼特蒙古主要游牧于新疆塔尔巴哈台地区 明朝末年又受到同族准嘎尔蒙古的攻击和压迫 1628年为了寻找新的生存环境 当时的土耳呼特首领荷尔勒克 带领土耳呼特部族中的大部分人西迁 他们越过哈萨克草原渡过乌拉尔河 经过两年多的时间来到了 倒是稍微被沙俄占领的福尔加河下游到 沃尔河沿岸的离海之宾 并在那里建立了处于自己的土耳呼特韩国 也叫卡尔梅克韩国 土耳呼特算是蒙古族西迁最远的直脉之一 在福尔加河流域 土耳呼特人生活了140多年 那他们为什么又要东归回到新疆呢? 简单说 后来沙皇俄国逐渐强大 土耳呼特韩国也就成为了沙俄的附庸国 并一直经受着沙俄的盘剥欺凌 为了把土耳呼特人变成沙皇的顺民 沙俄政府在宗教信仰上 强迫土耳呼特人放弃蒙古族信仰的藏传佛教 要求必须改信沙俄的东正教 在经济上沙俄频繁向土耳呼特韩国周围 大量输送哥萨克移民 导致土耳呼特韩国的领土面积不断缩小 对于以游牧为主的土耳呼特人来说 领土的缺失无疑是致命的 政治上土耳呼特韩国的政治体制是韩王决定一切 在韩王之下还有一个名叫扎尔顾的贵族内阁 但这个贵族内阁向来只能商议国事并无决定权 沙俄政府改组了扎尔顾 将他的权力提升到与韩王同等的高度 并将扎尔顾规划到沙俄内政部直接管辖 在军事上 沙俄在与土耳其和北欧控制19的战争岁月里 不断从土耳呼特征兵归来着十之一二 致使土耳呼特的青壮年男子伤亡惨重 人口锐减 甚至将土耳呼特人当作农民 沙俄对土耳呼特人所做的一切残暴行径 几乎将土耳呼特推到了灭亡的边缘 特别是18世纪40年代后 沙俄政府蛮横要求土耳呼特韩王敦罗布拉什 教授自己的次子萨赖作为人质 并要求以后都要遵守这个制度 1744年 萨赖在阿拉特拉罕死于幽禁之中 土耳呼特新韩王萨赖之地沃巴西 17岁就成为了土耳呼特韩王 血气方刚的沃巴西 有着一颗不虚的心和追求自由的灵魂 为了摆脱沙俄残暴统治返回故土 从1767年开始 土耳呼特上层贵族就已经反复酝酿东姑的计划 1771年 当沙俄当局要求土耳呼特新韩王 萨赖之地沃巴西交出一个儿子做人质 同时还要求把300名土耳呼特贵族子弟送往彼得堡做人质 并且再次向土耳呼特装兵时 辛仇旧恨使沃巴西再也无法忍受 随即起事率领17万人举步东归 后来沃巴西在率部东归途中写给哈萨克小账首领努尔阿里汗的信中说得十分清楚 自古以来 土耳呼特人没有如今天这样负担过如此沉重的捐税 所有人民陷入动荡不安 这就是为什么不愿再受沙俄统治的原因 而希望到与自己遵守共同法则的人那里回到自己的故乡 公元1771年1月17日是土耳呼特人历史上值得纪念的光荣之日 在福尔加河流域卡尔梅克草原上 土耳呼特人在沃巴西统一指挥下 举行了反抗沙俄压迫的武装起义 开始踏上举世闻名的重归祖邦故土的东归征程 土耳呼特人分居于福尔加河下游的左右两岸 其中三万多户在右岸 还有一万多户在左岸 福尔加河下游一月初正值隆冬季节 火巴西本想把左岸的一万多户土耳呼特人也带走 可当时恰逢暖冬 河水迟迟不结冰 左岸的人无法过河 而此时东归之势偏偏又走漏了风声 沙俄政府已经有所警觉 如果再不行动的话就来不及了 万般无奈 火巴西只能忍痛抛下左岸的子民 带着右岸的三万户人上路了 临走前 火巴西率先点亮了自己的牙障 傻世间 无数村落也燃起了熊熊烈火 成千上万的土耳呼特俘虏老人 城上早已装备旧区的马车落斗和雪橇 在越马横刀的骑士湖围下 一队接着一队录取出发 彻底离开了他们游牧将近一个半世纪的异乡 到东方去 到太阳升起的地方去寻找新的生活 火巴西所率起义东归的全部队伍 共有3.3万余户16.8万余人 其中在千户以上的 有测伯克多尔基所属的4千余户2.1万余人 巴姆巴尔所属2千余户5千余人 此外 曾追随准高尔部和有陶制土耳呼特部的舍棱 所属之500余户2千余人也加入了起义东归的洪流 土耳呼特人东归的疾风咒语 使俄国在福尔加河地区的统治秩序陷入瘫痪与瓦解 消息传到圣彼得堡 叶卡吉琳娜女皇 他的大臣们竟漫不经心道让整个部落 在他信任的奴仆们笔尖底下举行暴动 逃出了神圣的俄罗斯国 从而使罗曼诺夫家族和头戴彼得大帝王冠的守护神鹰 蒙受了永不磨灭的耻辱而大发雷霆 叶卡吉琳娜下令哥萨克人和哈萨克人 沿途追击阻击土耳呼特东归部中 在土耳呼特东归七勇士的带领下 人们沿着誓死保卫的东归地图 终于经过大半年的艰苦跋涉 于公元1771年8月7日抵达了新疆伊犁 土耳呼特东归可以称得上是 人类千仪史上史诗般的壮举 据《青史考》记载 我巴西走沙拉伯克之北戈壁 无水草 人皆取牛马之血而饮 文艺大作 死者十万 牲畜十存三思 严酷的自然环境还要面临沙俄的围追堵截 土耳呼特民众经过大半年艰苦跋涉 抵达伊犁河畔时已不足七万人 清军总管伊犁阿和硕通在伊犁河畔 会见了刚刚到达的我巴西 及土耳呼特东归主力部队和家属 伊犁阿和硕通在报告中描述 我巴西派人来报信以得侠 故我二人率领随从三十余人前往我巴西驻地观看 北面一个蒙古包前面支起梁棚 我巴西坐在正中巴布玛尔坐在一旁 我等到进前下马之后 我巴西巴布玛尔同时离坐而立 我等走进梁棚 一等级跪下请大圣皇帝晚安 后我巴西见到伊犁将军伊勒图 兵献一族所寿名永落八年 汉传赤玉印一颗 这颗大印一直被土耳呼特人保存了三百六十多年 土耳呼特部万里东归前隆皇帝非常重视 曾派参战大臣舒赫德前往伊犁专办此事 命陕甘总督武达山陕西巡抚文寿 拨库银安置土耳呼特部 传令从新疆地区甘肃陕西宁夏及漠南蒙古等地 调集大批物资支援东归部众 之后又将土耳呼特部众安置在白云布鲁克草原 开都河流域以及古苏京河和河布克塞尔等地 公元1771年10月15日 沃巴西抵达成德后 立即赶往木兰围场伊绵域进见乾隆皇帝 乾隆以蒙古语追寻沃巴西 第二天乾隆皇帝在伊绵域围猎营地设宴 参加盛宴的大臣权贵内外蒙古王公和维拉特诸故首领共有86人 十天之后乾隆又在成德避暑山庄借见沃巴西一行 之后又在四支书屋和卷阿圣境召见沃巴西并与之成谈 沃巴西向乾隆皇帝面述悲壮的东规征程和祖辈的光荣历史 美国人佛瑞在东规向着太阳升起的地方一书中指出 土耳呼特人的悲壮之举不是消失在历史上的传奇交界地区的一个孤立事件 而是人类永恒的追求自由与和平的一个真实典范 是指的我们传颂的一篇伟大的叙事史实 乾隆皇帝亲自撰写《土耳呼特全部归顺记》和《优续土耳呼特重录记》两块碑文 并用满汉蒙葬四种文字捐刻 用以纪念《土耳呼特部东规》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不知不觉曲间车从巴西立刻返回到了天娥湖景区大门 感觉走了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据说沃巴西这个名字是起明星的意思 1772年东规的第二年由于部落天花瘟疫流行 沃巴西的妻子女儿母亲和幼子相继病亡 1775年年仅33岁的沃巴西迎年早逝 留下了这样一段遗言 我公去世之后大圣皇帝恩典 将军必仁慈养育我这村俗 而等只有严加约束村俗 安分度日勤肯耕田繁衍生畜 五生事端只盼至岛 白岩布鲁克开渡河流域正是土耳呼特人的东规之地 如今在白岩布鲁克草原上 每年6月23日人们都会举行盛大的东规节 值得一提的是 在土耳呼特蒙古东规之时 曾经福尔加河西岸的部分土耳呼特部众 因为河流未结兵 没能跟上东规队伍 最终都留在了当地 他们和当地其他维莱特蒙古人的部落 如杜尔布特人一起建立了 俄罗斯境内的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 如今卡尔梅克人遍布世界各地 但有两个他们的后裔经常被人们提起 第一个便是三个世纪曾纵横俄蒙中三国的神秘黑喇嘛 一蒙古土耳呼特部都称呼 所以列宁家里都有喝奶茶的习俗 而在国内 土耳呼特部最后一位公主满林 现为中国空军退役军官 并驻有土耳呼特女儿一书 走出天鹅湖大门不远 有一座规模宏大的土耳呼特民俗文化村 如果有机会可以在这里观看大型石井演出 反映土耳呼特东归的东归印象 爱尔兰作家德尼赛在达达人的反叛一书中所说 从有最早的历史记录以来 没有一庄伟大的事业能像上个世纪后半期 一个主要达达民族跨越亚洲草原 向东迁逃那样轰动于世 那样令人激动的了 巴尔布鲁克草原从13世纪乘其四汗西征起 就是蒙古族许多部族的住墓之地 现在生活在这里的主要居民是蒙古族土耳呼特人 开都河静静地流淌过草原 又匆匆地流走滋养着这片土地 蒙古族土耳呼特人热爱河敬种河 不在河里洗脏东西 不倒脏水 不修堤坝 不修水库 所以草原上那些马都能踏过去的河水 可以流淌数百公里 河水到下游仍然还能饮用 当地蒙古族土耳呼特牧民 对天鹅也是被夹保护 婴儿也就有了现在的天鹅湖保护区 被称为绿色净土的巴音布鲁克 是继呼伦贝尔之后的全国第二大草原 也是天山单陆最肥美的牧场 同时也是新疆天山世界自然遗产地之一 总而言之 天鹅湖九曲十八弯 土耳呼特东归 是来巴音布鲁克至少要了解的三件事 下午四点我们终于又回到了白云布鲁克游客中心 接下来我们就要走上独库公路 看看远方我们即将要去的方向 乌云密布 希望能跟昨天一样绕过暴雨啊 那巴音布鲁克到库车的南段独库公路 到底又有哪些令人惊叹的景色呢 咱们下期继续吧 同一个旅程不同的主张 有什么问题请留言 欢迎转发点个赞 最后别忘了下期内容更精彩 记得关注三叔 我们不见不散